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相似的都是绝地反击的父亲 不同的是第一部的李维杰他更传奇 他是高智商步步为营的那种理性被动缜密 第二部的林志朗他更感性 更像一个普通的父亲 然后在自己的孩子被侵犯的时候 孤注一掷地去赌 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 他情感浓度更高 第二部 其实是和宋阳演的打马医生 在医院里那场戏 就是给他送钱那场戏 首先不太好演 就是那种求人嘛 是吧 就是放下尊严 怎么演才能不中马 他那种求里边带有一种 对自己的那种能力边界的一种 自责 然后他必须得把那个东西表达出来 他把所有尊严都打碎 他有可能黑化 挺不容易的 挺不好干的 我得体会到 我得感受到 因为我不是真正的学专业表演出身的 我如果感受不到 我就会觉得特别尴尬 我就演不下去 干一行 钻研一行 向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看齐 然后去把自己的心灵世界打开 更真诚 肯定有帮助 做演员 那时候有整体思路 而且你大概知道 导演这时候的难处是什么 然后他 就很多东西 你从这过来的 你就 就像导演当了演员一样 他也就更知道 怎么跟演员沟通 怎么要求演员 首先要剧本 就是真诚的剧本 我让剧本看一遍哭一遍 比如优秀的编剧 优秀的导演 然后他们表达那个东西 刚好也能触动我 我没有什么非自我的坚持 说我非要怎么样 那倒没有 我觉得就大家一起 把一个东西弄好 我其实不太想让大家认识我 我希望大家认识决策 认识作品 因为决策是大家精心地打造的 人就比较无聊 你认识我 可能也没那么可爱 有好多人就演吧 如果最重要的是 让大家通过作品 能够有这种精神上的享受 这是最重要 我接下来可能会演一个喜剧片 对演喜剧片 就是现场比较欢乐一些